台楼县政府三年前将捕风作舌的业务委外 却都法人问津 在这个月总算终于成功委托专业厂商来执行 并区分为纵谷、东海岸以及南回等区域 都设有机动处理的续点 执行时段是每天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10点 民众若有需求可以拨打1999或是119通报后 厂商将会在一个小时内到场移除处理 在捕风作舌业务回归农政单位后 县府农业处就进行相关的招标工作 但进行了7次招标之后总是罚人问津 农业处特别向农委会争取经费 加上限配合款总算在6月成功标出 并在本月9号起正式由委外厂商执行捕风作舌的业务 标到的是有台南一家红龙公司工业社 它得标 因为现在我们得标以后 就是有他们执行全线的捕风作舌 这个通报系统 我当初我也有 就是我们有刷一个新闻稿 就是也要给大通知道 还是一样 通报1999也可以 通报1999也可以 然后他们就会到我们一个line的群组 我们消防队跟农业处跟1999 都有一个共同的line 还有跟厂商 厂商接到我们踢上去的东西 就是民众通报的姓名地址跟电话 联络电话 民众只要留电话跟区域 你是在哪一个乡镇 然后大概的详细的地址 我们就会放在那个我们的群组里面 厂商看到了以后 就会在40分钟就会到达现场去处理掉 那只会困难的一点的 像跑到那个衣柜啦 或是厕所里面很难处理的话 他也要想尽办法把它处理掉 之后回报给我们的群组live 只有这个案件已经处理完毕 他补风的部分通报以后 大概一个小时内就要到达现场观察 他的风有立即是否对人有危害 若是不是那么的立即 他就可以缓一下 就是等黄昏以后 大概在12个小时到24小时内就可以去处理完毕 他如果是立即危险的话 我们就会当下看似唯一一个防护线 让他维护好 让民众不用接近 但是他一般补风的话 风的习性要在晚上他才会归潮 所以我们最快 你不管你是白天的八点或是下午的三点通报 我们大概也是会在晚上傍晚的七八点按 就是整个光线太阳光没有以后 我们才会做移除的动作 这就是我们是现在我们在做的一个准则跟流程 农业处强调 虽然捕风捉舌的业务委外进行 但对于民众通报的模式一样没有改变 不会让民众在通报上变得麻烦 但也呼吁民众要留下详细的联络姓名及电话 方便厂商联络前往现场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